大家好啊 这个接着聊这个消钱两口子的事啊 文学大家翻译大家啊 1962年秋文杰若曾请他和师母来家吃过一次火锅 不久老先生专程乘油轨电车 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朝阳门内啊 朝阳门内和这个朝内南小街的交叉口上 就是那个美术馆往东 东四往东快到朝阳门桥了啊 专门乘油轨电车来出版社找他 说好不容易买到一只山鸡 那时候食品啊相当的紧缺 非请他和消钱次日去吃午饭不可 你看那那会人啊 他很讲究怎么说呢 不能说知恩图报吧 就是有来有往 有礼节 是吧 你看他作为学生请老师吃顿火锅 老师马上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是吧 得把这人情 得把这礼节啊 得把这种款贷再给还回去 就是人很有良心 第二天他们准时赴约 消钱早年读过 钱道孙用离骚体 从意大利语翻译的 意大利语翻译的淡丁的神曲 十分钦佩 十分钦佩 俩人相谈甚欢 你看这钱道孙日语的造诣 非常的精深 然后还用意大利语 是吧 还翻译神曲 消钱对文杰若感慨 你要是能多抽出一些时间 帮他抢救出一些易稿 翻译的稿子啊 该有多好啊 像他这样的大学者 今后上哪找去啊 这都是民国培养出来的啊 那批人 文革开始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先后停发了 你看文革就彻底耍混蛋了啊 反右还遮遮掩掩的 还给这些人哈 还保留一点 文革就彻底开始犯混了啊 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停发了 周作人 钱道孙 等几位议者的预知稿费 不给了 我刚才的节目说了 毛泽东下命令 把所有的稿费的稿酬 大幅度降低 但是毛泽东本人的毛泽东的选籍啊 毛雨露 那可是 是吧 据说上百万 上百万的当年就是 等于现在上亿都不止 1966年的8月 78岁的钱道孙 66年的红8月 北京城打死了上千人 78岁的钱道孙 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 不久去世 你说一个78岁 在那个年代啊 活到78岁的人不多 而且这么有学问 这帮红卫兵 这帮兔崽子 现在让红卫兵站出来 打过人的都站出来 你们说说为什么打人 凭什么打人 对吧 现在他们敢站出来吗 对吗 现在还有一批毛粉 还在维护着这么邪恶的 这个社会现实 历史罪恶 还在维护着啊 不久就去世了 然后隔年1967年 周作人也在凌辱中去世了 周作人就是鲁迅的弟弟啊 1966年8月 萧钱也被关进了牛棚 被逼无奈 三姐跟他们一起生活啊 住在一块 只得将萧钱多年来的手稿 卡片 卡片就是写东西啊 比如说一些东西记在上面 炸记书信等复之一句 8月27日晚9点 就是红8月啊 1966年的8月 文杰若下班还没走到家 你看他9点了还没到家 这些人都是忘我的在工作 这真正的是知识分子啊 不计报酬的就被一群人架着 押往东四八条 他母亲住的那个院子 罚站 就是文杰若他们家是个大家族 大四合院 特别牛啊 但是他们家给罚站 他母亲住的屋子 黑骨隆隆的 没有声音 那些人 要他交代发报机藏在哪里 说他在美国的大姐是特务 哪有那么多特务 他们母女也都是特务 就是说他妈和他本人 审讯 持续到深夜 有人喊 把老特务也揪来一起斗 就是文杰若的妈 结果冲进屋才发现 老人已自意身亡了 老人上吊了 文杰若的妈上吊了 那些人 打文杰若 一柳柳的 薅下他的头发 一柳柳的啊 薅下他的头发 逼他 在母亲的遗体前 大声诅咒 死了活该 还让他妈 他妈上吊了 还薅了他的头发 薅下了好几柳 还逼着他说 说你妈死 是活该的 这不是畜生吗 红卫兵是畜生 指使红卫兵 作恶的人 更他妈是畜生 是畜生里边的畜生 王八蛋里边的王八蛋 混蛋里边的混蛋 直到天亮 他默默承受着 过气坏了 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是吧 还得忍着 还得扛着 是吧 萧前也做出了与岳母 一样的选择 他就着半瓶白酒 吞下大量的安眠药 幸运啊 多亏 被及时发现 送医救回 面对从死亡边缘回来的消遣 文杰若只是俯下身子 在他耳边轻轻用英文说了一句 We must outlive them all 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 现在啊 中国大陆 包括海外 包括海外啊 美国 这个北美 就西班牙也有这种王八蛋 西班牙的华人里也有 毛粉 毛主席如何英明伟大 这么有学问的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学术界的 包括机关干部 包括普通的老百姓 被打死那么多 无辜的打死 是吧 这些人 还有的人说什么 我我知道有一个安徽省 淮南市的 东台县的一个毛粉 今年快60岁了 现在在江苏 苏州 做点装修的小生意 有的时候开滴滴快车 他说文化大革命 打死的都是坏人 打死的还少 应该打死更多 可是这个人本人 就非常的龌龊 人格极其的低下 这个人在老家有媳妇 儿子都订婚了 最近可能都结婚了 然后 他在苏州的时候 到现在有一个河南的女孩 比他年轻20多岁 跟他在一块鬼混 跟他在一块共同生活 到现在还那样 其他的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想象 是吧 这都是败类 这都是坏蛋 这都是坏蛋